大家好,欢迎来到VIP市场数位学习平台 搭配语音报读、操作、通讯程式LINE学习入门的课程 我是钱敏鸿老师 您现在所学习的章节是第一章简介 首先,要进入本教材之前 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什么是LINE LINE是一个在东亚地区 像是台湾、日本及韩国等国家广为流传的即时通讯与社交软体 它让使用者透过网际网路免费与其他使用者传文字、图片、动画、音讯和影片等多媒体资讯 亦可进行免费的语音与视讯通话 LINE总共推出三种版本 包括手机版、电脑版及Chrome LINE版 其中最多人是使用安装于智慧型手机上的手机版 包括在iOS作业系统的旁白和Android作业系统的Talkback等萤幕报读软体 在前述的语音辅助下 视障者在操作上基本不是问题 而电脑版的LINE目前MVDA萤幕报读程式还无法有效支援 并不适合全盲视障者使用 故不列在本教材中 至于Chrome LINE版是一个直击于Google Chrome浏览器的扩充套件 虽功能不如手机版那样完整 但NVDA的语音报读有支援其功能操作 经过学习的视障者可用以执行 包括撰写与传闻字讯息 上传与下载档案及图片以及听语音讯息等 不过手机和电脑版中提供的语音 视讯通话及录语音讯息等功能 则没有在此版本上实现 故无法进行操作 本教材将于前半部 第二章到第六章 介绍手机版LINE的各项功能与操作技巧 由于多数的视障者使用iPhone手机 它有较友善的语音支援 因此本教材主要以iOS版本的LINE 为主要教学示范 而Android系统因为语音报读程式较多元 不亦统一 所以在本书中以附录呈现 仅概略介绍 而教材的后半部 第七章到第十一章 则介绍Chrome Line版的各项操作 也就是说 本教材将会以电脑版Google浏览器的附加元件 Chrome Line作为介绍 以及iOS版本的LINE来作为示范的一个软体版本 这一点要请各位特别注意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本教材的学习目的 1.2学习目的 本教材包含以下主题 Glad注册与登入手机版 Glad加入好友功能手机版 Glad与好友互动功能手机版 Glad群组功能的操作手机版 GladLINE的其他功能操作手机版 Glad安装与登入Chrome Line版 Glad聊天功能Chrome Line版 Glad加入好友功能操作 Chrome Line版 Glad好友与群组功能操作 Chrome Line版 GladLINE的其他功能介绍 Chrome Line版 在本书内容的安排上 各章节开头先列出学习目的与目标 接着是主题内容的说明 最后一小节则是操作练习 供学习者自我检视 并检验对该节主题的学习状况 本教材在各章节的安排当中 我们会以从无到有 有简陆生的一个流程 来为各位进行章节的介绍 当然如果各位学习者 你们之前早就已经有接触过 Chrome Line这个即时通讯程式 你们也可以用跳选的方式 在各章节当中选读 你们叫不熟悉的部分 学习上是相当具有弹性 各位可以多加利用 紧接着 为了要有效学习本教材 我们有几项建议 请各位在学习之前 要先特别的确认一下 1.3学习前应具备能力 在开始课程之前 学习者已具备以下几项能力 方有利于本书的学习 DOT请确定您可以顺畅的打字 以及了解电脑键盘上 每个按键的位置 DOT您的电脑必须 已经安装好了NVDA 若还没有安装 可参见NVDA学习入门 教材中关于NVDA安装与设定的介绍 DOT本课程的设计 尤其是后半部第71章 是建立在学习者 已完成NVDA学习入门的所有单元 并且对其中每一个主题 都有充分的了解与认识 DOT由于本教材 前半部分位手机App的操作 您必须对于iOS系统的 旁白辅助功能的相关操作 包含手势 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与熟悉 DOT学习者除了具备 对NVDA和iOS的能力外 在软硬体上也至少需要符合以下要求 DOT Windows作业系统版本 Windows 10或更新版位加 DOT学习当下最新版的Google Chrome浏览器 DOT iOS系统版本至少要14.8以上版本 DOT iOS系统版本至少要14.8以上版本 DOT iOS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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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更新速度极快 DOT iOS系统版本 DOT iOS系统版本 DOT iOS系统版本 以上就是第一章简介的课程内容 欢迎各位可以在学习平台当中 重复的选读 直到熟悉为止 如果各位需要有更完整的教材 也欢迎各位到 台湾数位有声书推展学会的官网 然后登录会员之后 进到DASY专区 可以下载到本教材 完整的一个教案内容 谢谢各位